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补充说明一下 在Portfolio Optimization 只有两个asset时候 那在不同的相关系数下 这个Raw1,2代表相关系数 在不同的相关系数下 它出现的图形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一样的,我们有两个asset 第一个asset μ等于μ1,σ等于σ1 那第二个asset μ等于μ2,σ等于σ2 那同样的,我们用不同的权重 w1和w2来分别投资在 s1和2 所以两个加起来要等于1 那,combine之后呢 这个前面讲过 我们得到μ,变成这个样子 μ是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那σ2它的variance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现在用Raw1,2 这个相关系数 带到这个方程式里面 会让它稍微形式更容易理解 那么Raw1,2是什么意思 这个相关系数呢 我们可以写成 如果说这两个asset 它都是random variable 那我们可以写这样 假设Raw xy 那它就会等于 对x的所有值 那下面呢 是它的长度 长度呢 就会变成 一样 xi-μx的平方 然后开平方 那下面也是这样 summation yi-μy的平方 然后再开平方 这试试看起来有点复杂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简化一下 如果说 x这个项量呢 就等于x1到xn 减掉它的平均值 那y呢 就等于y1到yn 减掉它的平均值 那它就会变成 所以这时候呢 Raw xy呢 就变成 x和y的内积 再处理它们的长度 那这是我们常常讲的 cos similarity 就是两个项量 它的夹角的cos值 所以这就会等于cos 那夹角我用这样来表示 夹角的x和y 它们的夹角的cos值 那当Raw 1 2等于1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们x变大 y也会跟着变大 那如果把图画出来 假设在一条线上面 这边是x1 y1 这边是x2 y2 这边是x3 y3等等 而且有好多个点 那它们如果同样都在一条 斜律等于正数的直线上面 那会就会出现Raw 1 2等于1 这个各位可以去想看看 或者是说你把它平均值 假设平均值在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画一条 x走 y走 你就发觉它们的角度都在同 都是角度差 这个x和y的角度都是0 那但是它的值呢 只要x变大 y就变大 比如说这个x1 y2 x3 y3 只要一个变大 另外一个就变大 而且它们完全是角度等于0 那这时候你就发觉它的相关系数等于1 那什么时候相关系数会等于-1呢 若是在这样的直线上面 反过来 比如说这个x1 y1 x2 y2 x3 y3等等 反过来的情况下呢 一个变大 另外一个也是变大 但是它的符号是相反的 这时候它的rho 1 2 就会变成-1 这个我们待会还会再看到 所以当它的相关系数等于1的时候 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把它划减成这个式子的平方 那最后得到的情况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rho因为都是正数嘛 所以我们就去绝对值 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当w1和w2在变动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直线上面 比如说如果把它的图画出来 这是它的sigma 这是它的mu的话 假设有一点 这一点呢 是sigma1 mu1 那这一点呢 是sigma2 mu2 那当w在变动的时候 它得到是一条直线 这个直线呢 就是把这两点连起来的直线 那在下面发生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对应到的是w1等于1 w2等于0 那什么时候 跑到上面这一点呢 这时候就会对应到w1等于0 w2等于1 所以你不管 只要它完全相关的话 那w在变动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条曲线上面 游动 移动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最小的sigma值 那就去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你最小sigma值 那你要得到最大的u1 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回报 那就去这一点 因为它们两个是相关系数等于1 一个变大 另外一个就跟着变大 所以 这个是相对于相关系数等于1的情况 那接着我们来看 下一个情况 下一个情况 就是相关系数等于0 相关系数等于0 就完全不相关 在这个 它的平面上画出来就是杂乱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 当Raw12等于0的话 有前面的式子可以得到 它就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式子 因为 后面本来加上一个 要加上 2倍的 W1 W2 Sigma1 Sigma2 Raw12 因为这个东西等于0 所以等下都不见了 等于0 等于0 那等于0的情况下 那请问这个Sigma2 等于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那这时候 又回到了 我们可以使用前面交过的 这个洗襪子不等式 洗襪子不等式 跟我们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 A平方加B平方 Ax平方加Y平方 所以大于等于Ax加By的平方 那我们要找的是这个式子的最小值 那其实我们要配出来 我们知道W1加W2 要等于1 所以我分别乘上Sigma1的负荷次方 加Sigma2的负荷次方 两个相乘以后 前面乘前面 会出现W1的平方 然后再把它开平方得到W1 所以最后会大于等于W1加W2的平方 那因为W1加W2等于1 所以这个式子的最小值就出来了 所以你再移一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一项 就是我们的Sigma平方 所以Sigma平方就等于这一项 那把这部分移过去 就是它的-1之方 最后得到的Sigma平方 就等于这个数值 这就是我们能达到最小的Variance 那这时候你要算 那它的weight等于多少呢 就是两支asset 它的权重分别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想这个 这个等式什么时候 情况 什么时候会 发生呢 A除以X等于B除以Y的时候 这个等式会成立 所以我们这两个要乘比例 所以就是这两个东西要乘比例 就是这个对这个比值 和这个对这个比值 要相等 它才会整个等式才会成立 所以你就可以解出来 W1和W2就可以全部解出来 那这时候你得到的一个式子呢 实际上是一个平方向 就是说 我们也是稍微画一下 假设这是Sigma1 mu1 然后这一点是Sigma2 mu2 所以你得到呢 会是一个类似这样的曲线 那我们算在是Sigma最小值 那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Sigma会最小 同样的X轴是Sigma Y轴是Mu 它就会出现一个双曲线 然后最小值就发生在这里 那这边发生的最小值的Sigma呢 Sigma呢 就会等于 我们刚刚讲的这里 应该讲的是Sigma Sigma 最小值发生在这里 那Sigma的平方就会等于这个样子 那这一点是发生在 它的W1 W2 分配等于这个式子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一点的词 所以这是两个asset 完全不相关 它的相关系数等于0的情况下 那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在 如果相关系数等于-1的情况下 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相关系数等于-1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它的点 比如说XY 两个分别XY 它会出现一个翻过来 假设平均值都已经移到0了 它会出现 画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直线 那这样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正值一个负值 正的越大 负的也会越大 正的越小 负的也会越小 那我们把这个Rho1等于-1带进去 就会发觉 它的variance就等于这个东西的平方 你看它是一个平方向嘛 所以它会大于等于0 那最小值就是0 那你set等于0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要的最小的variance 所以注意 在这里特别注意 就是当两个assets 它的相关系数等于-1的时候 一正一负 那这时候你可以调整你的asset比值 让它的variance等于0 它的收益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动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set等于0 两个加起来要等于1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W1等于这个值 W2等于这个数值 所以这个情况下 这个minimum variance等于0 那最对应到的return 就是这个数值 这个就等于 那如果你把图画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把图画出来也是一样 我的sigma在这里 我的mu在这里 就会发生 这一点是sigma1 mu1 这一点是sigma2 mu2 它会发生一个现象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还是一条直线 还是一条直线 所以 这个直线呢 会切到0这一点 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那最终发生的sigma等于0 在这里 在这一点 sigma2等于0 那你就是调整它的全种 最后sigma 就会发生等于0的情况 那我们如果把这几个图形呢 把它汇整起来 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就全部帮你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情况 好 在这个范例里呢 mu1等于0.15 mu2等于0.2 然后 抱歉 sigma1 mu1等于0.15 0.2 然后sigma2 mu2等于0.25 0.25 所以就对应到这个值呢 这个值呢 就是sigma1 mu1 那这个值呢 就是sigma2 mu2 所以当r等于1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过 它就是一条直线 直接连起来 那r等于0的时候 在这里 它会出现一个 双曲线 那r等于-1的时候 它会得到另外一条直线 事实上是两条直线 在这里断开来 这个就是mu等于0 抱歉 sigma等于0的部位 那我们讲Efficient Frontier 是什么意思呢 Efficient Frontier 就是在固定的 或是在固定的sigma的情况下 它的mu要最大 或是在固定的mu的情况下 它的sigma要最小 所以你想想Efficient Frontier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Efficient Frontier 一条直线 这边也是 但是分别到这里的时候 比如说mu等于0 是从这里开始发生 从这里上去拆上Efficient Frontier 从这里 它的sigma最小的就是Efficient Frontier 从这里 所以这边是在这 从这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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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这一点是从这里上去 这几条曲线 对应到不同的sigma值 这就是他们的Efficient Frontier 换句话讲 就是在固定sigma值的时候 它的mu值为最大 或是在固定mu值的时候 它的sigma值为最小 通常我们不看下面 下面就是 就是对应到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这下半部 那对应一个sigma值的时候 这个sigma值 那有两个mu值 那当然我们选上面这个比较大的部位 下面就不看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类似 假设这两个呢 这两个是比较合理 合理是说 sigma小mu就小 sigma大mu就大 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下 是颠倒过来 一个sigma大 在这里 mu小 一个sigma小mu等于大 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 那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 也是发生类似的情况 它也是 Rho等于1的时候 是一条直线 Rho等于0的时候 是一条 双曲线 最小的sigma在这里发生 然后 Rho等于1的时候 这会被压到里面 Rho等于-1 就是 就是反相关 那也是出现另外一条直线 所以 让各位知道一下 在两个assess 不同的相关系数 它会出现 怎么样的efficient frontier 那剩下就是作业的部分 作业部分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再来说明 点击 的 尤其 双曲 也不错 再放入冰箱